17.5元 刚刚跟我们谈谈那些煤炭相关股份 看到神华都现在跌得比较急 法改委就说 昨天下午召开了一个专题座谈会 在官方的微信新闻稿就说到 法改委会充分运用这个价格法 去规定一切的手段 去对煤炭价格进行干预 就说会推动一些具体的措施 去减低那个煤价 大家都知道内地限电的情况都在持续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你觉得会对煤炭和电力相关的股份 冲击有多大呢? 现在开始烟煤跌一成 是的 我想明显地 烟煤股现在正在堆下去 在烟煤之前炒得很瘋的 正常吧 跌一成我觉得很少 都涨了这么多 涨得多 跌得急 涨得多 跌得急 反而你说神华相对 始终它的底部会好一点 实力比较强一点 所以沽压没那么重 我认为这个限煤价 我觉得麦后都要跟Wendy说了 我觉得迟了 明明你见到煤价已经升到疯了 因为煤价升令到电力股 即是在发电的时候有所滞爪 最重要是什么呢? 影响到民生 你影响到民生的时候 内地一定会做一个干预 明显地已经干预了 就是说煤价不能再这样升 现在的走势 我想相对要先等一等 因为始终累积升幅比较多 我就不建议硬撩住 因为你见到隔晚那些什么煤的期货 全部都是跌停了 是不是有机会再跌深一点呢? 我想这件事大家要留意 相反那些电力股 今天就立刻胃了 我见到传统的电力股 就是说902、991全都爆上去 我自己就是炒电力股的 我都是深移一些 相关新能源股的比较好一点 传统电力股 我想看看他们有没有染指到新能源 因为有些传统电力股有染指新能源 例如你说华润电力 或者是中国电力2380 我想相对那些就会比较好一点 我见到今天的风电股也做得挺好 刚才有观众问那只916 今天也做得不错 我想选择一些有新能源相关的电力股 就会好一点